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晓明 陈小春 万子良 吴燕淑特别出演的电影《四海》 电影《四海》是寒寒记乘风破浪 飞驰人生之后第三度征战春节档 2014年 寒寒写首部导演作品《后会无期》 以6.28亿的票房表现和过硬的口碑评价令人眼前一亮 此后 他又陆续在2017年 2019年春节档带来了 《乘风破浪》和《飞驰人生》两部电影佳作 在票房口碑双丰收的同时 寒寒导演也通过三部作品建立起了独具个性的寒室幽默和质感鲜明的作品风格 因此第四部作品《四海》从拍摄至今一直备受关注 在继续看下去之前 也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点赞和转发 你也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 让更多的人看见你的态度 电影《四海》讲述了多年未见虫相逢的冤家父子吴仁耀 无人腾开摩托时撞见了至不同道不合的孤儿兄妹 还巧遇各种不靠谱的狐朋狗友们的故事 而一支摩托车车队也成了他们之间的交汇点 《特辑》中 导演韩寒向观众正式介绍了 这支名为不败传说的车队 他们俱是一盘沙 伞是一盘伞沙 电影《四海》也通过这支特辑首次向观众展示主创们在片场的欢乐花絮 刘浩然被称为最强vocal 因为她是个非常爱唱歌的人 什么歌都能唱 但一盏歌喉的她却得了个听习惯了 也就觉得还不错的评价 原以为话少的刘浩存也在片场实力演绎了何为性格好 特开朗 沈腾在片场是当仁不让的幽默担当 当被要求演得在妖娆一点时 见惯世面的她也不禁直呼我到底是她爸还是她妈 一句话令现场笑成一片 而其他年轻的朋友们在现场拍摄也是气氛拉满 对摩托车颇有研究的影证不断示范上车如何更撒手 一朝一世仔细示范帅和疑似撒尿的一线之格 张又浩成为剧组行走的气氛担当 每当她出现都伴随着阵阵欢笑 王燕玲被要求在一片乱石海滩上走出梁朝伟的感觉却亮腔不断 乔山饰演的角色因拍摄需要展现将摩托车一把玩拖 也令人亏到电影中的爆笑场面 这些欢笑不断的幕后花絮不仅展示出了剧组融洽的工作气氛 也是台前幕后工作人员年轻心态齐聚的最好写照 也正像韩寒导演对年轻的理解那样 年轻是敢去做一些事情 也可以承受事情做得好或者做得不好的代价 这次韩寒导演和众多年轻的主创 将如何打造一片属于年轻人的四海 大年初一让我们奔赴四海拭目以待 电影《四海》将于2022年2月1日中国大陆上映 您想看了吗 这阿姨是谁呀 普通鲍尔阿姨 你不是说你没有小孩子吗 这已经不是小孩了 这是大人 扎男 春春 小扎男 冬aton 冬aton 是